大家好,今天制度了一个万能手机充电线 有了它之后呢,无论家里面这种电池是12V的 24V的或者是36V的电池 都是用它可以直接给手机来充电的 无论是千代电池或者是18650的锂电池 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 把它加在电池的正负极上面 看一下直接就可以充电了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需要的原件就是一对欧一甲 两个电容 一个手机充电线 另外一个就是这种7805尾压三级管 好的,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 我们拿得出来的第一个电容是输入段的电容 是一个50V470微发的 这个7805呢 中间这个角它是一个公共角 我们把这个电容的负极接在公共角上面 然后呢,我们再把电容的正极 接在7805的第一角上面 然后呢,我们需要连接第二个电容 第二个电容是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10伏220微发的 我们把这个小电容呢 还是一样负极接在中间这个音箱上面 中间是公共负 然后呢 它这个正极接在第三音箱上面 然后我们就开始接这个欧一甲了 欧一甲的这个正极呢 就是输入线 我们先接在这个三极管的正极上面 我们先在这儿来点焊锡 好,我们开始焊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焊上去 然后它的输入负极呢 我们接在中标的音箱上面 那也是一样 先上下焊锡 这样的话容易往上面焊 好,我们把它给焊上去 然后呢 我们再接手机的这条充电线 黑颜色的负极 我们还是一样 接在这个中胶的音箱上面 正极我们接在第三音箱上面 就这么简单啊 现在呢就制作好了 我们看一下 哈好以后呢 我们现在给它接在这种12伏的电池上面 来测试一下 看它的电压是多少伏 然后拿出汪表 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多少伏 5.01伏 看一下 这电压还是挺准确的啊 是个5伏 最后呢 最后呢我们给这个 它的内部线路啊 用胶带缠一下 给它做个均匀 不然它内部会短路的 到最后啊 我们用胶带在外面 给它再包裹一层 制作好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连接在12伏的电池上面 来测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是可以给手机充电的 然后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 这种手电段上面的电池 看一下能不能充电 还是一样 我们一定要正级 加在正级上 然后负级 接在负级上面 我们看一下也是可以给手机充电的 看是吧 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大家在长时间使用的时候 加一个这样的小的散热片 这样的话就更加的耐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